老板 明天我不来了 年轻人打个哈欠说 每天砍木头 无聊死了 什么 你不来 老木匠急了 过两天要送好几件家具到王园外家 店里现在正忙着呢 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老板 抱歉 我现在就得走了 年轻人跟老木匠挥挥手 再见 吴刚 这个叫吴刚的人 又聪明又有力气 但是一点耐心也没有 一年要换二十四个工作 因为他一直想找份轻松又伟大的工作来做 离开老木匠的店 吴刚边走边想 到底什么工作才能满足自己的想法 吴刚兴奋地大叫起来 哎 当神仙 当神仙多舒服啊 于是 吴刚走了好久好久的山路 好不容易在树下看到一位老神仙 吴刚对他 吴刚对他行个礼后说 老神仙 我终于找到您了 请您教我当神仙的方法吧 老神仙想了想 说 当神仙 说 当神仙要懂得治病 你明天跟我去采药吧 太简单了 吴刚听了很高兴 隔天就跟着老神仙上山采药 老神仙告诉吴刚各种药草的药效 吴刚听不下去 就说 这样子当神仙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呢 老神仙摇摇头说 这样吧 我们先读天书 读懂了 要当神仙就容易了 吴刚听了很高兴 但是他只有前几天很认真的学天书 之后他天天打瞌睡 被老神仙叫起来后 吴刚反而振振有词地说 我从来没听过 读书就能当神仙的事 你学当神仙到底想做什么 老神仙很不高兴地问 当然是飞啊 我想飞到月亮上去玩 老神仙摇摇头说 好吧 你闭起眼睛 我带你到月亮上去 老神仙轻轻扇了扇扇子 吴刚就飞了起来 一下子就飞到月亮上 老神仙说 吴刚 月亮到了 眼睛睁开吧 吴刚看看四周 除了远方有棵大桂树外 什么也没有 吴刚觉得无聊 就对老神仙就对老神仙说 这里不好玩 我想回去了 你要回去的话 得靠自己的力量 老神仙指着树旁的一把大斧头 说 你只要砍倒这棵桂树 就可以飞回地面上去了 那还不简单 看我的 吴刚拿着斧头 用力往树上砍了三下 他放下斧头 擦了擦汗 再往树上一看 竟然发现树干上的痕迹都消失了 老神仙笑着说 没有耐心的人 是砍不了这棵桂树的 你只要斧头一拿开 缺口会立刻长好 老神仙说完 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缺乏耐心的吴刚 在月亮上不断地砍桂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